今天说说柯寿良 这个小黑子是著名的特技演员 我说他主要是说他那段历史 就是1997年的6月1号 他驾车飞越黄河的湖口瀑布 那次活动 我是现场总指挥 也是组委会秘书长 所以和柯寿良打了很多的交道 尽管他已经走了很多年了 差不多20年了 但是我还会时时想起他 想起我们一起经历的那些风风雨雨 我那时候和他打了不少交道 他的样子还一直在我的心里头 黑黑的脸庞 沙哑的嗓音 不高的个子 走起路上脚上似乎是安了弹簧 会大笑 会大怒 会敢玩命 真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人 他和湖口瀑布一直都在我的心里 想起说柯寿良 是因为昨天在华盛顿 一个来自山西的朋友家里面 一遇到山西人 肯定会说起飞越黄河这段往事 因为当时在中国是影响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也就想起了柯寿良 柯寿良呢 是1953年出生在浙江宁波的象山 他三岁时候到了台湾 但也是一直生活在渔村里的 这个渔民的儿子一直到16岁时候 才到台北去闯天下 开始是干粗活 洗车 搬运 这个 大概就这个时间呢 他会学了点武术 后来呢 有机会进入了电影界 当武师 当武术指导 20岁的时候 他又在台湾当了兵 这是台湾的年轻人必须的义务 部队就驻扎在金门 与大陆隔海相望 退役后 他又回到影视圈 又当演员 也搞特技 1980年 他主演了影片 《倪秋过海》 而真正的出名是1982年 柯寿良首次到香港 为影片最佳趴当 做特技 当他驾驶着摩托车 从一栋商业楼的三层破窗而出 飞降地面的时候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甚至连一些外籍的 就外国的特技演员都认定 这是绝无可能的事情 但柯寿良从此就引人注目了 就在这一年 柯寿良又有惊人之举 他在台湾驾跑车 飞越了近45米宽的峡谷 在港台影视圈里 得到了柯大胆的称号 不久 柯寿良到南斯拉夫 在影片《龙兄属地》中 他驾驶着超级跑车 飞越了一条车辆穿梭的高速公路 向西方世界展示了 中国特技人的实力 但是他还有很多片子了 就不再多说了 柯寿良长得比较黑 个子也比较小 所以呢得了个昵称叫小黑子 1992年的10月 在北京附近 小黑子驾驶着摩托车 翻越飞越了金山岭长城 飞越完成以后 有记者问柯寿良 你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他就 那时候还带着花环呢 还很多人围着他 他随口一说 黄河 虽然当时是随口一说 但是他却记在了心里头 后来的几年里头 他真把这个当成这件事 他带着一批人 大概有十几个人吧 经常到黄河边上考察 最后确定的飞越地点 是虎口瀑布 我到现在我手里 还保存着一份 山西省旅游局 给山西省副省长刘泽民 就是当时主管旅游的副省长 他的文件 时间是1996年的11月22号 题目是 关于亚洲第一飞人柯寿良 跨越黄河事宜的报告 他报告写着呢 说最近 台湾著名的电影导演 特纪王柯寿良先生到太原 而他本人 于1996年10月 就要想飞越黄河极限的 这个黄河湖口瀑布 我们和他做了一个交流 所以他报告给刘省长 刘富省长的批示呢 非常明确 说是这是一次 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请省旅游局会同有关部门 予以大力支持 一定办好 山西省表示了积极的态度 甚至也开了新闻发布会 全国很多报刊都报道了这些消息 但是操作起来却不容易 资金从什么地方来 怎么宣传 飞越的跑道由谁来搭建 安全问题怎么解决 一连串的问号就堆在了柯胜梁面前 其实呢 那个时候柯胜梁本人也是在穷困潦倒的阶段 他没有什么积蓄 在内地的合作伙伴 赛特文化实业公司 实力也不够 似乎是走进了死胡同 据目击者说 那个时候的柯胜梁经常在台北的大排档里喝闷酒 有时候甚至光着膀子 幸亏呢 赛特文化的两位主事人有点背景 搭上了凤凰卫视 刘长乐这条线 死期才开始下活 死期活了呢 是因为他们的背景 赛特文化的这个女的主事人叫松露露 是当时的中国银行的行长王雪斌的太太 王雪斌呢又是凤凰卫视的最早的支持者之一 还有一个男的主事人叫 也叫黑子 这个 所以北京的黑子就碰上了台北的黑子 这时候凤凰卫视刚刚成立不久 因为看在王雪斌的面子上 所以准备的相当的认真 我这个时候呢正好离开了老单位 中央危险研究室 到凤凰卫视来混饭室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饭碗 于是被相中就来干这个活 开始我被任命做 组委会的办公室副主任 后来呢官运亨通连连被提榜 成了组委会秘书长 现场总指挥 担子非常重 道理其实很简单 就因为那时候我光到 没有什么正经活干 别人都每人都有一个餐的事 我就来干这个活了 1996年11月接了这个活 1997年的年初 我才第一次见到了柯顺良 那次是在西安的建国饭店 柯顺良去了湖口 也不知道他去了多少次湖口了 从湖口到西安大概有 开八个多小时的车 他是开车过来的 回来的路上正好下雪 在山路上汽车堵成了一团 柯顺良只好下车来当警察 把本来就哑的嗓子 喊得更哑了身上落满了雪花 过往司机谁也不知道 这个警察的来历 我当时和他见面是 谁在场呢 就陕西省旅游局的副局长张小可 一个非同小可的官员 和柯顺良第一次握手 他的眼睛很大 眼白的部分也很大 和我说话的时候呢 这个常常盯着我看 后来的几个月里 我陪着柯顺良在陆地试飞 在五台山许愿 联系搭建跑道公司 跑了不少地方喝了不少酒 偶尔的也会半几句嘴 说实在的 我和他的性格还有点距离 所以也成不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也成不了狗肉朋友 我还是想先说这个97年6月1号飞黄的这一天 6月1号的湖口 这个山西一侧搭了260多米长 5米宽的跑道 铁制的架子 厚货的木板铺在上面 这条跑道从黄河的路上开始 一直伸到湖口不步 陕西的一侧则是铁架子和木板 搭成的落台上面堆满了箱子 为了让飞越黄河的车 能够安全的落地的缓冲物 在跑道和落台的中间的位置 两省的结合部搭了一个很大的舞台 这个跑道和舞台都有很多故事在里面 当时这个跑道呢 原来凤凰卫是想自己搭 后来呢 考虑到如果说我们搭的 柯舍粮不满意 他说我跑道搭的不行 我不飞怎么办 所以就干脆给柯舍粮100万块钱 他自己来搭 柯舍粮带来的台湾人呢 都有些秀风俗 他们认为女人上了这条跑道会不吉利 所以再三要求女士不能上去 不管是多大年龄的 也不管是多大的官 我们组委会里有一个女士 因为工作上跑道看了一下被柯舍粮的工作人员毫不 讲情面的赶了下去 当然生人上去也是不行的 有一回我看到一个陌生人在跑道上溜达 还跨了一台相机 我说是谁啊 快下来 对方说我是任达华 于是我说不管你是谁都得下来 其实我不认识任达华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说给别人听这件事 很多人都笑了 其实舞台也有很多的故事 因为这个舞台要演出 谁来搭又是在两省的中间 山西搭还是陕西搭 两个地方都不愿意搭 都不愿意出钱主要是 后来凤凰卫视决定自己搭 但是呢 说好了两省分摊费用 其实飞到最后完了 成功了 两省的费用最后也没有 也没有交出来 六月一号这一天呢 早上起来天还是很晴的 没有风 因为有没有风是非常大的 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常说天大的面子 这时候没风 就是天给的大的面子 好 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的准备了 这是最后一下子 我们也紧张 也兴奋 其实也有点害怕 不要以为柯顺良不害怕 站在呼啸的虎口不悟旁边 看着水汽层层中 几十米开外的落车平台 每个正常人都会害怕 飞跃过后 大约一个多月 我陪柯顺良到五台山还愿 当山西省副省长薛军 宴请我们的时候 柯顺良拿出了一盘录像带 这是他当时在车里装了 几个摄像头拍下来的场景 我看到 由于紧张 他的脸已经变了形 眼睛里流露的都是恐惧 柯顺良后来告诉我 当时他真的很紧张 其实我在陕西的飞机场 曾经给他做过一次陆地的实验 当时站看着不害怕 可是一到了湖口瀑布 看着那个瀑布的水呼啸而过 真的是很害怕 而且当地人跟说 只要是掉进去 人肯定要死的 说是他们有一次把一头猪扔下去 结果到了下游 猪浑身的毛都被水虫的干干净净的 结果呢 非常不巧 那时候起了风 所以都是不能飞了 只能在等着 几万人在阳光中 在风中等待着 倒是也不知 因为舞台上呢 有很多乡亲们难得见到的 或者说从未见到的明星正在演出 真唱和假唱对他们不重要 要紧的是他们看到了明星的真身 那时候有很多明星 什么纳英啊 还有周彦宏 虎口又条件很差 一个虎口宾馆只有20间房啊 我们主委会站了一些 那次我记得八个女演员 著名的女演员 挤在一间房里 只好打地铺 但是因为是中央电视台组织来的 他们也不敢有什么怨言 差不多到了上午11点钟呢 风刮累了 渐渐的小了起来 柯舍郎抓住时机 就披挂上阵 他站在车边 看了看满河床的人群 看了看黄河的对岸 迅速的钻进了车里 发动了马达 全场都病住了呼吸 只听见汹涌的瀑布 发出骇人的响声 白色的森林车启动了 在钢管和木板的搭的跑道上 在黄土高原的黄土陪衬下 反复是一道白光闪前行 距离瀑布越来越近了 激动的人们都站了起来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 嘎然而止 接着又倒回了出发点 这是怎么呢 全场一片议论 有人说呢 一定是一次试车 也有人说是出了什么问题 许多人都认为是试车 但是其实确实是出了问题 小黑子驾车就要飞越的那一刹那 突然发现挡位出了问题 他应该是四挡飞过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 党位停在了三挡上 在这次正式的飞越之前 柯寿梁做过多次练习 为了拉到红塔集团的赞助 他曾经到红塔总部的办公楼前 做过一次摩托车的特技表演 因为摩托车起飞时候的 助力木板质量太差 柯寿梁当场摔倒 好在伤得不重 而驾驶汽车的练习 他做的更多 范围比较大的 面向群观众的有两次 一次是在深圳的后街 这里是台商的集中地 小黑子在这里人气很旺 还有一次就是在西安 西安老飞机场的控场上 两次都成功了 而且都是用四挡飞过的 所以经验他是有的 这次突然没换过档来 就像用惯了一种动作的跳高运动员 突然改用其他姿势一样 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其实那次急刹车 因为跑道是木板做的 那个轮胎的刹车 把那个木板 磨下了大概有半厘米厚的一层木头 在那些日子里的凤凰卫视 每天都有飞越黄河的报道 吸引了太多的眼球 柯瘦良也感觉到了压力巨大 所以他的日子也不好过 临到了快到飞越的正日子 他的情绪就越来越紧张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后来开月开始前两天 他到跑道上看到了 西安市保险公司做的大广告 正好对着跑道 他马上就变脸了 因为没跟他说 对我发了脾气 他说那一大块红布 影响了我的视线 也影响了我的情绪 如果不能位置 我就飞不了 西安市保险公司呢 当时为这个参加活动的人 所有的人都投了保 为柯瘦良也投了保 他们提出要做一个广告 蒙着了一个小山 这个广告呢 是取得了当年的吉尼斯世界记录的 但是柯瘦良 当这个发火了就麻烦了 不非绝对不行 只能让西安保险公司去挪广告 好在他们同情哪里 连夜挪广告 整整蒙住一个山的广告 拆下来再重新盯上去 在湖口这种远离城市的地方 不说别的 找施工的工人都找不到 第二天早上一看 广告已经挪了位置 柯瘦良请到审审审查 他看了我一眼 没有说话 算是给了我面子 通过了 说到这个广告 真是多灾多难 中央电视台的总导演张小海 也发现了这个广告 由于凤凰卫视没有在这种偏僻地方 做直播的经验 甚至连设备也不全 所以请央视派了全套人马和设备 张小海总导演 从开始就反对这次飞跃活动 有广告出现 当然他有道理 在湖口这样的黄土地上 出现了广告 确实有点太扎眼了 但是从凤凰卫视的角度说 能多收一点广告费 就能减轻一份负担 张小海看到了这条广告 但没有说这个广告就不能转播的话 只是交代他的摄像 和切换都不要拍这条广告 我知道这个情况 但是已经顾不上了 只能听天由命 没想到的是 这条广告还是避不开的 如果说在没挪之前 广告还不能频繁出现在 镜头中的话 在往外挪了几百公尺的结果 就是镜头中始终有这条广告 真是好笑 广告主是中保财险西安公司 他们免费为科兽良和在场的媒体记者 做了保险 因此他们做一个广告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后来中保财险西安公司的 侯文忠总经理 看了四遍飞黄的录像 仔细数了这条凝聚了他心血的广告 出现的频次 他说一共七十八次高兴坏了 他也是 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得意之作 他也当过兵 后来跟科兽良聊天的时候 经常说 我那个时候是共产党的兵 你是国军的兵 我们隔海相望 说起这件事情了 现在看起来有点像黑色幽默了 当时呢 保险公司内部也有人反对 他们担心出大事 真的赔起来 也是不得了的 可是活动一直在正常推进 没有出事 不出事呢 保险公司心里也不舒服 一点事也没有 怎么显出保险公司的作用呢 好不容易呢 判来了一次小事故 科兽良的助手在西安的一次试飞中 小手值得受了一点伤 本来是无关紧要的小伤了 但是西安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 把他作为一个大事来处理 好像是立刻就提着一箱子钱来了 一共两万块钱 报纸上也做了宣传 飞跃成功以后 中保财险的老板 专门请科兽良到北京做客 侯文忠来作陪 就是西安公司的侯总来作陪 这下算是对侯总付出这么多心血 得到那么多的 受到了那么多的委屈的一种补偿 后来侯总又升任了陕西财险的总经理 我最后一次见到小黑子 是在2003年的初 我在深圳机场准备搭飞机回北京 突然背后有人拍了我一下 回头一看原来是他 科兽良 还是那么黑 还是那么沙哑的嗓子 还是那么风风火火 他拉着我 一定要说说他的打算 他的计划是飞越长江 他那双挺大的眼睛 又盯着我 这是他的习惯 一定要我表态 你说好不好 能不能带话给刘老板 凤凰再合作一把 其实呢 我记得他宣布过 飞越黄河是他的收官之作 也知道凤凰卫视 对于类似的项目 不会再感兴趣了 但是我不能告诉他 怕打击了他的机析性 那个情景反复还在眼前 但是就在这一年的年底 传来了噩耗 一代飞人 再也没有了飞翔的机会 他只活了50岁 但是黄河一定会记得他 最后我要补充一个小事 当时飞黄还出了一件大事 就是飞黄的半截 陕西省的 陕西省的副省长薛军来找我 说是听说柯顺良 飞到陕西以后就不回来了 要在那开庆功会 我说是啊 计划是这样 他说那可不行啊 要回我们山西来开庆功会 我说他飞过去了 怎么回来 他说的不回来不行 不回来的话 他的东西都在我们的湖口 宾馆里放着 我们的老百姓如果说 不让他把东西拿走 我可没办法 我后来去找柯寿良商量 正好那个湖口服务旁边呢 有一个桥 就从那桥那里回来 开庆功会的时候 我发现在场的三个副省长 还有他的外办主任刘局长 陈瑟都不对了 原来是山西省委书记 就当时的省委书记的妹妹 一家人开着车到湖口瀑布 来看柯顺良飞黄 半截吊带山下 全车人基本死了 据说活了一个孩子 回去的人 看见一两米深的山沟里 有辆车 这才知道原来出了这么大一件事情 当然这件事情 当时是没有说的 也知道的人也不多 因为那么成功的一个案例 出现了这么一个不好的插曲 而且是山西省委书记的妹妹 所以几个副省长压力都很大 好在这事已经过去了 当时指挥林芬的 极限的县委书记陈宝棠 后来做了林芬的政协副主席 还有山西管理游的副省长薛军 后来做了常务副省长 他们两个都已经过去了 柯寿良也过去了 所以飞黄的这几个非常重要的人 可以在天堂见面了